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维纳斯这个美丽的名字相反 金星上的环境一点都不美丽 可以说是十分恶劣 金星表面的温度高达540度 大气压约为地球的90倍 空气的成分中有90%以上都是二氧化碳 金星上时不时就会刮起特大热风暴 以及降落巨大的具有腐蚀性的酸雨 在金星的表面有一层厚厚的云层和大气 它们遮挡住了金星真实面貌 也遮挡住了人们探索金星的视线 但是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在探索金星的路途上越走越远 1988年 前苏联宇宙物理学家阿列克塞·普斯卡夫宣布 金星上也存在石雕人面相 阿列克塞·普斯卡夫的发现震惊了全国 而1989年的1月 前苏联发射的探测器向地球传回的照片 则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科学家们在探测器传回的照片上惊讶地看到 在金星的地表竟有多达2万座城市的遗址 起初 虽然对照片心存疑惑 但科学家们以为这些城市的照片 可能是由于大气干扰形成的虚幻影像 毕竟金星外围的云层和大气很不稳定 再者就是探测仪器可能发生了故障 带着各种疑问 科学家们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分析 震惊地发现 照片上的图像根本不是由于干扰形成的虚幻景象 而探测仪器也没有出现故障 那确确实实就是一片城市的遗址 这是怎么回事 在自然环境如此险恶的金星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城市的遗址 难道说 金星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文明和生命吗 对着金星古城遗址的照片 科学家们感到万分疑惑 探索的想法也越加地浓烈 经仔细分析 金星古城遗址上的城市 以马车轮的形状建成 都呈倒塌状态 中间的一个轮轴像是大都会 似乎有庞大的公路网 将周围的城市与大都会相连 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 从城市的样貌上来看 科学家断定 金星上的古城遗址 绝对是有一定智能的生物建造的 这绝非大自然的产物 虽然现在金星表面的环境很差 温度极高 狂风吹袭 经常下流酸雨 足可把建筑物和生物毁灭 但或许在很久以前 金星上是有着辉煌繁荣的时代的 既然金星上曾有着那么辉煌的生命发展 那为什么如今却变成了这幅 萧条荒凉的光景 科学家们猜想 金星之所以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模样 很可能正是之前生命高度发达的结果 从大气的成分上分析 在发展过程中 金星上的生命或许像空气中 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致使金星大气的成分慢慢变化 逐渐让二氧化碳占据了主体 二氧化碳的浓度比例不断增大 产生了温室效应 导致金星地表的水分 大量蒸发和散失 进而改变了金星上的生态环境 最终导致上面的生命灭绝 当然 这只是一种推测 至于金星上的生物 是否是因为这个而灭绝 又是否真的已经灭绝 都没有定论 或许 在金星的环境变成这样之前 原本生活在它上面的生命 就提前离开了这里 到其他星球 重建家园了 在科学家对金星上的古城遗址 做出各种猜想时 一个猜想却推翻了一切 众所周知 金星上的地貌环境非常恶劣 在美苏争霸期间 前苏联曾先后向金星 发射出了14个探测器 但前13个均告失败 没能抵达金星 虽然最后一个探测器 成功降落在金星表面 但也仅仅坚持了几分钟 就在风暴和酸雨的腐蚀下 彻底报废了 经推测得出 金星这样恶劣的环境 已经持续了将近41年 在这41年里 金星上出现 智慧生命的可能性 肯定没有 更别提建造宏伟城市了 就算在41年之前 金星和地球 由于系出同门 环境有一定的相似性 比如存在海洋山丘等等 但从抛开金星 从诞生到冷却 海洋形成的两段时间 金星上真正是 以生命形成发展的时间 只有不到两亿年 两亿年看似很长 但对于生命的形成进化来讲 实在不算很长 对同时期的地球 上面也仅有海洋里的一些低级生物 比如单细胞浮游生物 水母等 而就算金星上面有生物 那时也顶多是 与地球一样 在海洋中出现的这些低级生命体 根本不会存在 拥有高等智慧的高级生命体 因此从理论上推算 在前后40亿年间 金星上根本就不会有 高等智慧体的存在 仅可能有的一些低级生命体 完全没有能力 去创造城市体系 这样的高级文明 照这样来看 之前科学家的分析 就都不成立了 金星上根本就没有过繁荣时代 即便真的有 那也是在人类 还未出现之前的久远时期 而那时留下的城市遗址 是根本不可能在金星上 残存至今的 金星上没有存在过 高等智慧的理论推翻了一切 那么金星上的古城遗址 又是谁留下的 如果说金星上 宏大的古城遗址 不是出自金星上 原住民之手的话 那会是谁在金星上 建造了城市呢 从金星古城遗址 分化破损程度 和金星的环境来看 城市建造的时间 不会很久远 如果太久远 在金星上热风酸雨的摧残下 城市早就荡然无存了 根本不会留下任何残垣断壁 结合城市建造的时间不久远 和城市是出自 高等智慧生命体之手 这两点来看 似乎只有人类符合条件了 但这样一来 对金星古城遗址的探索 就走进了死胡同了 金星上环境恶劣 就连探测器都很难顺利抵达 何况人类 就算飞船能够顺利穿越 金星有毒的大气层抵达地面 那也不意味着 飞船会比探测器坚持得更久 因为金星上的气候实在是太差了 强酸雨和热风暴会腐蚀一切 根本不允许有生命的停留 更别说在上面 花大量时间来建造城市了 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 但是排除了符合在金星上 建造城市条件的人类 还有谁具备在金星上 建造城市的条件呢 此来想去 答案只有一个 外星人 既不是人类 也不属于金星生命体的外星人 或许在宇宙之中 存在着既拥有高等智慧 又拥有可以对抗 或者适应金星环境的生命体 而这些生命体 在人类不知道的时刻 在金星上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系统 也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金星上古城遗址的存在了 不过这样一说 更多的疑问又浮了上来 外星人为什么要在 气候恶劣的金星上建造城市 是为了科研考察吗 还是说为了扩张领地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在城市中 建成后将之遗弃 他们是遭遇了不测灭亡了吗 还是说放弃了金星上的家园呢 太多的疑问无法解答 对于金星上古城遗址的探索 就像是在走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 无论朝哪个方向走 似乎都会陷入死活动 就算好不容易打开了一条路 也是岔路密布 不知该走向何处 金星上恶劣的气候环境 阻拦了人类继续探索的步伐 无法抵达金星也就无从考证 它上面古城遗址的来历 但不管要等多久 不管上面的古城出自谁手 人类探索金星的步伐不会停止 而相比于探索金星上的古城遗址 另一个问题更期待我们的解决 那就是地球环境 金星曾与地球有着相似的环境 而地球现在也有着与金星相似的环境问题 如果人类再不好好保护环境 或许地球上的沙尘暴 终有一日会变成金星上的热风暴 酸雨也会变成金星上的强酸雨 而地球是否会变成下一个金星呢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